俄罗斯跟乌克兰边境的危机 现在呢美国也很紧张 周边国家也开始担心了 升温的情势之下呢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15号 就是今天下午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国际情绪视讯的方式交换意见 这个视讯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开放媒体拍摄 这个普丁跟习近平两位呢 交情非常好的老朋友互相问候 并且呢像上次视讯的会议一样 互相问好 那么普丁呢这一次向习近平保证说 一定会力挺2022北京冬奥 也希望说不要被任何国家操作的 政治力给影响了 习近平也在视讯当中呢 再一次的提出邀请 邀请普丁参加2022的冬季奥运会 等于是习近平亲自邀约普丁 也说了希望两个人 明年在北京会面 那么普丁跟习近平也就乌克兰危机 还有美国侵略性的行动交换意见 习近平15号跟普丁举行的这一场视讯会晤呢 其实已经是在今年第二次的视讯了 大陆外交部呢在会议前就已经先给大家前情提要 到底两国元首会讨论哪一些关键的议题呢 包括了双方的元首将会力推中俄背靠背的战略协作 要对抗的就是强权欧美 好现在呢欧美频频的在国际上呢 展开包含了像是中国威胁论俄罗斯威胁论 那么现在呢被视为大陆在国际上最强的铁杆盟友俄罗斯 也才被美国警告说 如果入侵乌克兰会付出可怕的代价 那么克林姆林宫呢发言人之前就说了 我们见到了北约跟美国的措辞都非常的挑衅 他用挑衅来形容哦 他说呢所以我们要跟中国大陆 我们要跟北京就北约跟美国的这番言论 再来进行讨论 那么至于G7呢七大工业集团 也在前两天13号发表了一个声明 这声明当中呢同样是剑指俄罗斯 谴责俄罗斯呢在乌东边境集结了军队 还有呢对乌克兰的侵略性的言论 那么G7的成员国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跟英国 那么中国跟俄罗斯其实长期关系都非常的紧密 除了说历史的因素之外呢 其实中俄啊在贸易上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尤其是在能源的领域 能源等于是2021还有明年2022最夯的一个讨论 那么2021中国缺煤的时候呢 从俄罗斯买了大量的煤炭跟其他的燃料 那么普丁跟习近平呢先前也同意要延长已经历时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那么最近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周围部署的军队 被美国一直说你们就是想要侵略乌克兰 所以呢就受到了美国跟北约组织的施压 那么俄罗斯当局就认为说欧洲的情势非常的紧张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一番的会谈普丁邀请这个习近平一起来进行视讯讨论 除了说战略的问题呢 习近平也预计呢在这个会议当中啊 应该也会讨论到俄罗斯对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这份大合约 外界认为普丁也希望透过跟习近平达成获利极大的能源协议 这样子一来可以抗衡美国的影响力 那么在美国呢东南亚的布局今天持续在进行当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抵达了马来西亚 前几天他是到了印尼下一站 接下来今天是在马来西亚下一站他要去泰国了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访问的布林肯的第二站 今天他见了谁呢 跟外交部长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会议 美国BBC引述专家分析 拜登上台之后呢为了要抗中 为了要跟大陆竞争所以呢刻意的在强化 东南亚盟友的关系 因此呢更加凸显出东盟的战略地位 但是专家呢也表示啊这些东盟国家呢 实际上他们的国际立场呢并不一致 像是柬埔寨还有辽国都是偏向亲中的 但是越南呢跟中国大陆有这个 有岛礁的这个主权争议在南海的议题上 比照呢意见不一样布林肯在演讲当中呢再一次强调 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对美国的重要性 同时也不断的批评北京在南海霸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东南亚三国第二站来到马来西亚 演说再次将焦点放在南海 布林肯前一天在印尼访问时强调南海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 并发表印太战略演讲 想借此提升印尼大国地位 但南华早报大陆专家分析布林肯选在印尼发表印太战略演说 想要给印尼画一块大饼恐怕找错方向 因为印尼长久维持中立态度 再加上其实印尼对美国早有戒心 在今年美英澳联盟签署AUKUS核潜舰协议时 印尼就声明担忧这份协议会引发军备竞赛 印尼认为东南亚应该保持无核化 马来西亚也跟印尼立场一致 直言两国对澳洲购买核潜舰有所顾忌 大陆环球网报道分析 美国想跟东盟进一步提升关系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想指出的是美方一方面渲染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 一方面又表示无意同中国冲突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同中美援手恢复的精神不符 拜登接力欧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 大陆则是推进一带一路 学者分析东盟的市场空间 就是中美在东南亚争夺主因 马来西亚国际关系专家表示 美国想孤立北京的目标难以实现 因为在东南亚这区贸易上相互依赖 但美国在过去十年已经逐渐撤出投资 再加上布林肯回到东盟 第一件事又提加强军事关系 只会让东盟国家更反感 因为大多数国家渴望的是区域经济化 而不是区域军事化 记者张力报道 美国现在想尽办法 想跟东南亚交朋友 但恐怕不是你这么一次的访问 就可以两国外交有所进展的 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不是前几天访问印尼吗 其实俄罗斯 普丁的身边非常亲近的幕僚秘书长 也正好在印尼访问 于是布林肯跟这位秘书长 先后就拜会了印尼的总统佐科威 印尼外交部长勒特诺就说 印尼会持续的与所有国家 发展策略信任的关系 很明显的就是 我没有要跟你美国选边站 你也不要以为你来跟我谈一谈 我们就会一天变成好朋友 在印尼的政治法律与安全事务统筹部 也发了一个新闻稿 就是普丁的重要幕僚 帕特鲁舍夫跟印尼的部长马福 进行第六届关于安全议题的双边资商 资商当中提到了要推动 俄罗斯跟印尼两国要签署非常重要的 策略伙伴宣言 引渡协议还有签证等等相关的协议 而印尼的总统佐科威跟俄罗斯总统普丁 已经约好了 他们在明年2022年要会面 然后共同签署以上的三项协议 相反的美国在今年 先后派了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们的副总统贺锦丽出访东南亚 结果这些行程当中就是没有印尼 也让印尼觉得说你根本就是在冷落我 虽然说这一次 布林肯的东南亚行亚洲行 第一站就选印尼 但是很明显的已经被大家发现了 还发表了这个印太战略演说 但是整场演说当中 一直在批评中国大陆说 在南海搞霸权 相关的侵略行动已经威胁了 每一年超过三兆美元的商业利益等等 还说美国不会坐视不管 但是美国如果想因此讨好印尼的话 想在南海上让印尼选边站的话 恐怕没这么容易 澳洲的洛伊研究所东南亚项目的主任 他在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明白的写出 在现任的印尼总统佐科威的任内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印尼最大投资国之一 赤枝花了10亿美元 盖高速公路 盖发电厂 盖了一条高铁线路 包含印尼在最缺疫苗的时候 美国你有大力的来帮忙吗 80%的新冠疫苗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虽然说美国在军事反恐上 的确跟印尼也有一些合作的项目 但是印尼现在也很怕 因为美国你说翻脸就翻脸 你想想看阿富汗的议题 还有在澳洲的部分 他们对于美国的印太新安全倡议 也是保持着警戒着 因为澳洲英国美国不是结盟吗 表示说未来澳洲也会有核动力潜见 对印尼来说 这不也是家门口的威胁吗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 还计划说未来几个月 他要办一场 美国跟东协领导人的高峰会 确定说要加强合作相关的领域 基础建设 公共卫生 和可再生能源等等 接下来大家就等着看了 东盟的国家买不买拜登的账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提到的布林肯的 印太战略演说 一直说北京的不是有 有侵略性在南海争霸等等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回应了 他说美国所谓的维护南海 不过就是在耀武扬威 美国言必称 所谓维护南海航行自由 那不过是美国先进军机 军舰在南海药物扬威 寻寻寻资势的横行自由罢了 美国在国际上 横行霸道 动辄单边制裁 长臂管辖 滥用国家安全理由 无理打压别国企业 大搞经济胁迫 早已成为霸权霸凌霸道的典型 好又霸权又霸凌又霸道的 不过呢 想跟美国做朋友 得想想 如果说今天出了一个状况 经济代价会不会就是 朋友要自己承担呢 这样算得上是真朋友吗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呢 在前几天13号的时候呢 在五角大厦 他先会见了 最近呢跟美国很麻吉的 立陶宛国防部长 艾努莎斯卡斯 好当时呢就称赞说 哇立陶宛你们很棒啊 不顾中国的压力 你们根本就是 区域的民主灯塔 大陆媒体凤凰网就报道说 奥斯汀呢就承诺 就是美国呢 要卖武器给立陶宛了 双方还签署了一个 互惠防务的采购协议 那么这个艾萨努斯卡斯呢 还拍马屁的回说 身处自由世界的首都 真的是太好了 结果尴尬的是呢 立陶宛承诺说要配合英美等国家 在制裁白俄罗斯的部分 但是呢 立陶宛国家的铁路 却是继续的跟白俄罗斯做生意 运输白俄罗斯的假肥 甚至呢 在11月的时候 已经提前把未来两三个月 就是到明年1月的这个款上啊 钱都已经入口袋了 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呢 好大型的假肥生产商也是呢 白俄罗斯的国营企业 白俄罗斯假肥 其实呢在全球的市占率非常的高 而且呢也是白俄罗斯总统强人 卢卡申科 一直备受生意的卢卡申科 他的掌控他政权 重要的一个金援 重要的一个财富的来源 那么立陶宛呢其实也很需要 白俄罗斯这一门生意啊 白俄罗斯呢是一个内陆国 他没有港口的 所以呢你想要出口 他们自己生产的这些假肥怎么办呢 95%就要靠立陶宛 铁路帮他们运出去 然后呢再到海港 克莱佩德运往海外 立陶宛的铁路公司呢 如果他们算了一下 明年1月份如果说真的听美国的话 不跟白俄罗斯做生意了 这个假肥生意断掉的话 你知道对立陶宛来说损失有多少吗 每一年的营收啊 至少是6000万到7000万欧元 这笔损失美国会负责 帮他们补回来吗 一度传出说推动价值观外交的 立陶宛的外交部长 蓝斯伯基斯还有交通部长 好两个人就说政府蒙羞 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要请辞 所以呢辞呈都已经递上去了 但是呢现在立陶宛的 总理席莫尼特 昨天呢以前他们还说呢 好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不排除我们可能整个政府 我们整个内阁都要请吃 已是负责 结果这也真的立陶宛太戏剧化了 今天谁下台了呢 以上看到的官员 交通部长外交部长 包括总理没有人下台 今天大翻盘最先下台丢掉工作的 居然是他 他是谁呢 立陶宛的铁路公司的CEO 巴图斯卡 也就是说呢最后外交部长跟交通部长本来要下台负责的 结果总理就说我不接受你们的请辞 主要的原因是说你们请辞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所以你看立陶宛的整个包含了制裁啦 假肥的部分等于是一手拿着卢卡申科的钱 一手又告诉美国说我会继续来抵制 但一手钱已经收了 立陶宛该怎么办 你要说他夹心饼干也好 你要说他两难也好 你要说他是两面人 或许在国家利益上 立陶宛也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那再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那个北京冬奥的议题 立陶宛也是follow美国的脚步要抵制 外交抵制2022的北京冬奥 美国上个礼拜这个人权议题之后呢 很多国家就跳出来了 外交抵制啦 疫情不能去啦等等的 尤其是五眼联盟 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理由 说不要去 加拿大英国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 也纷纷加入抵制行列 欧盟国家呢在上个礼拜会议当中 才说呢他们要达成共同的立场 但是接下来法国也要举办 2024的巴黎奥运 已经说抵制的作用不大 所以他们不会加入 另外呢意大利跟法国的立场一致 是支持2022北京冬奥的 尽管说这些大国已经表态了 但是呢欧盟这么多国家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利益纠葛 跟美国的关系 目前还是瞧不拢 只是今天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是 欧盟当中呢 比利时跟奥地利已经率先宣布了 疫情的关系呢 还有种种原因 他们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 北京冬奥倒数季时 来自全世界的选手摩拳擦掌 在各场馆都看得到选手练习身影 期待参加这场国际胜会 但是国际抵制声浪不断 影响奥运准备气氛 选手也表示无奈 在美英奥等国先后宣布外交抵制后 越来越多国家陆续跟进 但是欧盟国家立场出现分歧 下一届奥运主办国法国 表示不应该把奥运政治化 决定不加入抵制 但比利时奥地利则是确定 不派官员出席 不过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强调 这样做并不是外交抵制 比利时国会议员则是在推特发文 表示他向总理德克鲁 提问是否外交抵制 德克鲁说比利时不派官员出席 不过比利时当地媒体后续报道表示 过去比利时从来没有派过官方代表出席冬奥 再加上疫情因素 今年代表团也缺席东京奥运 亚洲方面日韩也是力想不同 南韩力挺北京东奥 日本政府则是传出消息 要等德国法国表态后 才会正式发表 各国纠结在配合美国 又不想得罪大陆之间 两边都不讨好 就像法国总统马克宏所言 无意义而且只有象征性 记者张力报道 那么现在呢 美中之间的这个包含了贸易战 科技战啊 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美国又来这一招了 又要来进行制裁了 据说呢 接下来名单会出炉了 彭博社率先报道 拜登政府呢 现在考虑对大陆最大的 晶圆制造商中芯国际 实施更严格的制裁 借由强化设备出口的这个禁令 要来限制中国 获取先进科技的技术的努力 另外呢 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道说 美国将再以新疆人权状况为理由 要来制裁八大 八间大陆的企业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已经表示了 这个举动呢 只会威胁损害全球的产业链 还有产业链的安全 美方个别政客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将科技和经贸问题 政治化 工具化 意识形态化 这违背市场经济 和公平竞争原则 只会 威胁 损害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 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是典型的 损人不利己的 政治操弄 还有在12月18号 台湾要进行四项公投 对于呢 台湾的民进党声称说 如果进口美猪不通过 台湾的经济会回到过去 被锁在大陆的困境 大陆国台办就驳斥 反呛说 这根本叫做政治操弄 还说呢 大陆都不进口 萊猪 为什么台湾要进口呢 台湾即将举行四项公投 有令人士操作 抗中保台 鼓吹四个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大陆并吞台湾 还说 如果进口美猪不通过 台湾经济将回到过去 被锁在大陆的困境 拒绝中国并吞台湾 我们反对中国武力威胁 我们严正的抗议中国在外交 任何的国际组织打压台湾 对吧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对此言辞驳斥 认为民进党政客说谎 偷换概念 至于中委员唐凤 日前受邀参加美国民主峰会 马晓光也十连问 请问民进党政府 哪里有民主 马晓光也反问民进党 谈民主 却关中天 根本算不上民主 而唐凤因为用不同颜色 标示台湾和大陆 遭主办方中断视线讯号 也被马晓光批评 是自取其辱 对于该如何看待 新媒体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马晓光也批评 绿云网军抹黑大陆 最后他也呼吁 大家不要掉进绿营的陷阱 做两岸政治操弄 制造绿色恐怖 记者叶伟林 余毅 是韩宇报道 香港的一传媒 因为资产遭到冻结 停止运作 香港最高法院 在15号的时候 已经下令了 一传媒要及时清算 台湾的苹果日报 将会交由香港法庭 委任的临时清算人 来进行处理 香港高院 在15号上午 就政府对于一传媒的 清盘 承请进行聆讯 在无人反对之下 法官下令 一传媒清盘 那么香港警发国家安全处 在6月17号 以违反国安法为理由 拘捕了 苹果日报及其母公司 一传媒5名高层 当天一传媒宣布 股票暂时停止交易之后 一直就没有恢复 而黎智英也因为 去年的六四集会案 被法院裁定 删获及参与未经批准的 集结等罪名 在14号被判刑死三个月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美国做错事 但是为什么最后 居然没有人受罚呢 还记得吗 在撤离阿富汗的时候 那时候情势非常的混乱 美军在8月份的时候 就针对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K ISIS-K 这个组织呢 发动了无人机的空袭 结果呢 追踪定位错误 就不小心误杀了平民 十位阿富汗的平民 意外的丧生 包含了七名儿童 结果呢 美国的五角大厦 在13号的时候表示啊 这国防部长奥斯丁审查之后 认为没有违反法律 因此还做出了 不惩处的处分 那么五角大厦的发言人 科比呢 谈到这个案子的时候说 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明 个人负责 所以这不代表国防部 对于高标准行动视而不见 CNN表示说 各界对于这官方的说法 提出严重的质疑 美军是在两个礼拜之后 才承认 这是执行失误 所造成的一场悲剧 所以呢 现在NEI的主席 史蒂芬 也抨击了国防部的决定 认为美军这项错误的决定 十名阿富汗人宝贵生命 就这样没了 结果最后呢 却是不追究责任 并且认为五角大厦 根本是在开脱罪责 发出危险讯号 好 再来我们来关注 今天有一起很恐怖的 这个爆炸事件呢 发生在海地的北部城市 海地角 是在当地时间呢 14号的清晨 油罐车爆炸事件 副市长阿尔默表示 已经至少有62人不幸罹难 这个爆炸的时候呢 是因为油罐车反腐 然后呢很多人为了要去接这个油 结果呢当时意外的一场爆炸 大家都来不及逃 所以造成了62人被活活烧死 也波及了附近至少有20栋的民宅房屋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 这个建筑物全部被烧得糟和一片 那么目前都还没有办法掌握说 屋子里头到底还没有人不幸的罹难 只是海地的局势呢 最近的确呢非常的混乱 尤其是在当地啊 天然气的管路啦 还有包括一些方派占领等等 所以呢海地 正面临严重的燃料危机 另外呢 台湾驻海地大使馆也回报说 这次的事件没有台商 或者是侨民受到波及 整起事件的发生原因 还有待详细调查理清 刚提到了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爆炸事件 所有的房子烧成焦灰一片呢 当时据传很多的民众 要来搜集这个油罐车 翻车之后的漏油 所以造成了很多人遭受到不幸的爆炸波及被活活的烧死 这个地点呢 是发生在海地的首都太子港 其实太子港呢 从12月初开始就一直发生缺油事件 缺油缺能源 还导致呢 像是医院啦 学校啦 救护车等等啦 连银行呢 几乎都快要开不了了 一开始呢 有油的加油站 就已经大家要去抢油 大排长龙 因此呢 油价开始迅速的暴涨 现在呢 已经是你有钱也加不到油了 一开始呢 有一些地方啊 一加轮的汽油 已经涨到15美元了 这个海地的居民还告诉记者说 以前啊 当时还有油的时候 他们是凌晨哦 半夜啊 就要起床开始来找汽油了 他说呢 冲击的包含呢 你自己开车就算了 大众运输啊 也几乎都开不了了 好 有车的人当然呢 有钱都已经买不到汽油了 据说最高是到 2000海地股的价值 差不多是20美元 那么搭乘大众运输的这些乘客呢 以前你一趟车资 是海地股的15 但是呢 涨到后来居然变成50 你就知道当地的这个 因为交通的 因为燃油的关系 导致他们交通费 涨了有多贵 那么因为燃油短缺 所以很多东西 很多地方都开不了了 医院啊 学校啦 救护车啦 都没办法作业 结果呢 很多医院就有人去楼空 没有也没电的 这样医护人员更紧张 他们很怕呢 如果他们到医院区 会不会被绑架 所以呢不敢上班 因此呢 海地的首都太子港 宛如一座空转的鬼城 连银行都宣布了 他们的营业时间呢 原本一个礼拜开6天 要缩短为3天 下午还要提早打烊 这个状况 恐怕还会继续恶化下去 海地的总理亨利呢 在上个礼拜啊 表示说 我们海地根本不缺油 于是呢 他把矛头指向了黑帮 他说呢 就是因为有帮派 封锁了储存燃油的港口 绑架了油罐车的司机 就在这起意外爆炸发生啊 当天的白天 爆炸是在14号的清晨 在13号的白天呢 据说控制海地最大石油供应库的G9的这个黑帮的首领 他才刚宣布说 我们要来停火了 12月13号到12月18号呢 让医院学校啦 这些店家呢 安全的 可以去找到他们要的燃料 但是呢 据说最近这几个月当中啊 海地的帮派呢 他们的确是有加强对于太子港的掌控 控制呢 通往海地的三大石油供应设施的道路 就是呢 路 此路不让你过啦 海地的黑帮呢 就挟持了 12辆的燃油油罐车 据说要付高额的赎金 他才会把司机给释放 那么被指控操弄的就是 海地规模最大的帮派G9革命军 而这G9革命军的领袖 他们到底要什么呢 除了要钱之外 其实他们更希望的是 领袖切里奇尔 他已经提出了交换条件 就是要求海地的总理亨利应该下台 海地现在呢非常的混乱 美国跟加拿大都已经开始建议他们的公民撤离海地了 加拿大也已经撤出了大使馆非必要的人员 那么其实呢 2018年在海地也发生过 因为当时的总理拉 拉风单 他要调整油价要涨四成 所以当时在海地也引发暴动 当时的政府呢 立刻的取消了油价调涨 当年的总理也因此下台了 还有在7月份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这油价太贵了 肯雅也发生过抢油 油罐车已经翻车了 但是大家又要去抢油发生的爆炸意外 据说当时翻车的时候民众也是一样 拿着桶子呢到现场去抢油 结果突然间这个油罐车爆炸 造成了13人不幸罹难 24人严重烧伤的惨剧 现场还发现了被烧成只剩下骨头的遗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